随着我国军工的补偿式发展 我国空军近几年似乎是得到了腾飞 G20服役作战部队后 在近期完成了海上方向的训练任务 而U20也首次展开空降空投试验 可以说这两款装备已经出具战力 不仅如此 我们也在近段时间迎来了自己的咆哮者 而这时不甘寂寞的美国又一次跳了出来 在5月8号 美国飞行国际新闻网发表了一篇 介绍中国版咆哮者歼妖武帝的文章 文章称 这款被称为电战杀的歼妖武帝战机 是以歼妖5S为基础改进而来 其在原有机身上进行了多项修改 其中升降舵 副翼 垂尾 以及减速版还使用的是复合材料 其机头雷达部分还取消了红外搜索跟踪装置 换装了有源电子扫描相控战雷达 其实最关键的是 歼妖武帝搭载了改进型的一梢干扰吊仓 该文还提到 由于歼妖武帝没有使用中国产的涡扇10B发动机 而仍然是俄罗斯的AL31涡扇发动机 可见中国认为 涡扇10B并不比俄罗斯的发动机靠谱 然后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AL31涡扇发动机还是苏联时期的技术产物 而涡扇10B作为后来者 吸收了苏联以及西方的先进技术 从看书上来看 涡扇10B的加力推力达到了约13.8吨 推重比8.2 而AL31却只有12.5吨的推力 7.1的推重比 同时在使用寿命上 涡扇10B几乎达到了AL31的三倍 说涡扇10B比俄罗斯的差 这显然不成立 一直以来 美国都是为了黑而黑 如果拿发动机来说事 美国是不是忘了 它也用了十几年的俄罗斯发动机 在冷战之后 美国就花了1000万美元 从俄罗斯一次性购买了101台RT180发动机 虽然这一用就用了十几年 但实际上 美国一直都在计划做出禁止进口这款发动机 这种商比1000 自损八百的事情 以此就能说 美国在发动机方面干不过俄罗斯 显然不可能 美国也不过是进行了和中国一样的操作 利益最大化 我国的歼1-5D目前还刚刚试飞成功 各项参数都有待测试 需要调整的东西太多 同时歼1-5D作为一款舰带版电子战机 使用AL31 这种我国海军航空兵都熟悉的老伙计 送力于我们进行调整测试 让歼1-5D能同歼20 620一样尽快形成战力 刚刚这消息一出 美媒炸开了锅 直呼中国不按套路出牌 这是改写全球规则的大事 西方近丝毫没有察觉 详情请关注一号售所微信公众号 回复A了解真相